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旅游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 投资4.1亿元的吉安海洋世界 于1月18日正式投入运营 当天为回馈老区人民 海洋世界特别邀请了吉安市级以上劳模 优秀少先队员等200多人前来参观 吉安海洋世界由成头集团建设 2019年规划建设 是吉安市的重点项目之一 从建造设计 结构布局和内容展示等方面 均走在业界前列 是一座集海洋文化 科普教育 生态保护 旅游观赏为一体的海洋主题乐园 海洋世界由亚马逊雨林 朝间景观 珊瑚交雨景 扎鱼印象 海底隧道 极地世界 梦幻水母 海洋科普八大展馆组成 大家边走边看 时不时拿出手机和海洋动物合影 对沉浸式体验海洋世界充满了兴奇 我是社区工作者 原来我都是为社区服务 现在社区服务归我 选我来参观海洋世界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监视发展得非常好 我们这个海洋宾馆的路程是 高端科技的展现 希望我们吉安建设得越来越美丽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我们这里的吉安海洋馆 因为平时工作也比较忙 刚好今天小孩也考试完了 刚好就带着孩子一起来这个海洋馆 我们之前也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海洋动物 那今天一袍眼福 海洋世界展出白鲸 海豚 海狮 企鹅等世界级病危物种 即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 中华鲸 羊子鳄 娃娃鱼等三百多个品种 面对各种各样的海洋动物 孩子们乐开了花 我非常喜欢这个海洋馆 我在这里非常的高兴 我在这里看到了三种我喜欢的动物 一种是企鹅 一种是海豹 还有一种是海豚 我非常喜欢这里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 我到了海洋馆获得了很多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考试完后最好的礼物 除了能观赏各类海洋动物外 海洋世界还为游客提供了美人鱼剧场 海豚剧场 白鲸剧场等演出服务 让游客全方位沉浸式的体验海洋的魅力 据了解 此次海洋世界的投入运营 极大程度满足了吉安市民 特别是青少年儿童渴望走进海洋 了解海洋的需求 现在作为吉安市重点建设项目 海洋世界的落成填补了吉安吉州边地区海洋馆的空白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幕在即 连日来江西多地市民和音乐爱好者一起唱跳冬奥主题曲 一起向未来 以充满活力的方式迎接冬奥会的到来 为冰雪运动喝彩 在物源县文化馆 音乐爱好者们用歌声表达出 对北京冬奥会的美好祝福和殷切期待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 我们用歌声为冬奥加油 一起向未来 据了解这些音乐爱好者们来自各行各业 工作之余大家集中在一起 学唱冬奥主题曲 传递欢乐 为冬奥加油助力 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 2022冬奥会在北京举行 我们沐原县文化馆合唱团 唱起一起向未来 传唱着奥运精神 为冬奥会加油 迎着明媚的阳光 在新渝市第十三中学的运动场上 来自新渝市雨水区的广场舞队伍 和小学生们一起跳起舞蹈 畅想2022年北京冬奥会 和冬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 一起向未来 可爱的冰敦敦 雪蓉蓉等元素 也出现在大家手中 灿烂的笑脸 热情的舞蹈 展现了新渝群众 对冬奥赛事的期盼 因为冬奥会在我们中国举行 我非常开心 我很期待能去那里看一下 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拿金牌 为点燃全民冬奥热情 新渝市雨水区向市民发出倡议 鼓励大家传唱这首歌曲 并融入广场舞当中 说到倡议后 新渝市各社区的广场舞队 永远参加努力排练 大家都想以最好的状态 把一起向未来唱好跳好 让自己和冬奥会更进一步 更好的弘扬奥运精神 我们排练了有一星期了 大家都很积极参与这项活动 也很开心 也激动 像我们南方就没有北方 这样的一个冰雪活动的场地 我们就以这个广场舞的形式 大家能参与进来 为北京冬奥活动加油 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 在赣州上游城区第二幼儿园 小朋友们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用知能的嗓音 优雅的首饰舞 共同唱响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 推广歌曲 一起向未来 祝福北京冬奥会 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力 这些几乎没有见过下雪的南方孩子们 在陆地上玩起了轮滑 曲棍冰球 桌上冰壶 小泥人高山滑雪等丰富的 模拟冰雪比赛项目 感受模拟冬奥会冰雪运动的快乐 我们也要参加冬奥会比赛 加油 通过开展同心迎冬奥 一起向未来冬奥会冰雪比赛模拟活动 增长了幼儿对冬奥会运动项目的知识 培养了幼儿勇敢顽强的精神 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幕了 我们山游县城区第二幼儿园 就开展了同心迎冬奥 一起向未来的活动 就是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冬奥会 喜欢上冬奥会上的各种比赛项目 亲身体验这个各种比赛活动 所带来的乐趣 为冬奥会加油祝位 随着春节临近 旅客量逐步增加 上饶三清山机场 结合当前疫情形势 旅客需求等增加了三个航班 并做好疫情防控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为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要求 上饶三清山机场积极协调 新增全国三个城市的航班 春运期间 上饶飞往全国有12个城市 总共8条航线 恢复了飞往北京大兴 厦门 重庆航班 上饶直飞北京 增至美律一班 上饶机场 预计执行周航班量 我们将达100架次 以及日军完成旅客吞吐量 约为1000人次 根据江西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 从省外来包括反干人员 抵达上饶后 需要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证明 从春运第一天开始 三金山机场就设置核酸检测点 为到达旅客免费提供核酸检测 我是从青岛那边学校 光放假回来 然后当时没有做核酸检测 回来了 他们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做了 感觉特别的温馨 谢谢 上饶机场从严从细 从实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做好进港旅客测温扫码 对出港旅客实行二次测温和查码等工作 针对老 弱 病 残孕 特殊出行旅客提供一对一咨询引导 优先直击 优先安检 乘机 确保旅客平安出行 春运正直客流量高峰期 请合理安排好出行计划 以免物机 根据目的地防控政治的要求 提前要做好相应的健康申报 或健康材料的准备工作 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旅途过程中要做好个人防护 全程佩戴好口罩 赏美食 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